日客講客,又價貴不得 地震的一刻,東營有一個32人東京團 剛剛在台場參觀 原定昨天反港駕兩團日 因為成田和雨田都關閉了,滯留機場 而這群在香港公幹的日本人 不僅不能回家 只要等待,只要看網絡消息 網絡消息都可以 但所有電腦都擔心 你可以聯絡你的家族嗎? 我收到一位朋友的電郵 她在新加州的旅程 但她仍然停留機場 所以我會很擔心她 然後我嘗試回答她 但我沒有回答她 我認為電腦或電腦 連昨天開幕的日本動玩博覽 開心的氣氛背後 一班日本工作人員同樣都是極憂心 在工作上來,我無法回家 所以我無法回家 但我心想 工作人員是7階建築 但那裡6階、7階 有很多 工作人員有6階 有6階倒塌 或電腦被倒塌 或電腦被倒塌 那些被困難 但人家一人都沒有 所以 今天一緒的工作人員 都沒有聯絡 保安局說 22個在日本教旅行團 總共477人 全部都安全 不打算派包機 只是派了兩個職員到東京協助旅客 每天我們都理解到 日本方面其實是很多航班 當航班復復之後 我相信 在幾個小時 或者甚至明天 所滯留在當地的香港旅客 他們應該基本上是可以解脫到問題 日本旅遊警示 也只是提高到第二級嚴重的紅色 由旅行社自決是否繼續出團 永安決定取消14日前所有的日本團 中環遊就只是取消去東京和仙台的8個團 而東營遊東京團今天如期出發 在日本的港人有需要 可以致電入境處熱線 或是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求助